去星光二半呢 今天非常阳光 为宜兰的绿色博览会站台 不过最近被拍到 和何守镇吃饭 又和林志炫相约上夜店的林佩瑶 并没有出席记者会 所有的绯闻都是由好朋友 赖明伟来出面澄清 星光二半六位俊男美女 全员到齐 金耳不唱歌 要来教大家如何做环保 那我觉得纸张可以 正面反面都可以拿来利用 试着用就是环保块 然后去代替卫星男美女 要搭车的话 可以用工程的方式会最好 不过仔细看星光六媒当中 似乎少了最近绯闻缠身的林佩瑶 先是暴露出汗阿咪男友 何守镇聊天吃饭 还被星光评审林志炫 约到了夜店去狂欢 没有 他是约我 然后也跟佩瑶约 然后是约我们两个 但是因为当天我有录影 所以佩瑶先过去 也曾经被拍到 和林佩瑶相约 吃夜市的烂饮味 金毛像记着解释 品车而出味好朋友党绯闻 看得出两个人交情匪浅 董事经济会2008戒烟就赢比赛 请来了偶像艺人